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树春卷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把冬粉 倒入清水 把冬粉泡软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生姜 把它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半个去好皮的胡萝卜 先把它切成片 再把它切成丝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大约70克的木耳 把它切成丝 再准备两片豆干 把它切成片 再把它切成小条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热锅倒油 油热之后先放入豆干 把豆干煎至两面金黄 然后把豆干取出来 先放一旁备用 锅中留下底油 放入姜末包香 再放入胡萝卜丝 把胡萝卜丝炒至变软 再放入木耳 把冬粉和豆干也放进来 把它翻炒均匀 加入一勺酱油 一勺白糖 半勺盐 再加入少许的清水 继续把它翻炒均匀 然后把炒好的馅料放入盘中 再把它放到一旁放凉 接下来准备10片春卷皮 取一部分的馅料放到春卷皮上 然后把它卷起来 把左右边对折 再卷一圈 然后在尾部涂上水淀粉 最后把它卷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剩下的春卷皮都做完 重新热锅倒入多一点油 油热之后 一个一个的放入春卷 用中火把春卷炸至金黄色 炸至金黄色后把它取出来 把它沥干油分 香喷喷的树春卷就做好啦 这样做出来的树春卷外皮酥脆 内馅鲜美 做法简单又好吃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